看準旅遊商機 國內知名航空公司再度開闢了高雄直飛新航點 十二號首陪香港 不但完成了港澳航線的佈局 也希望藉由不同航點進出 可以吸引更多香港民眾來臺旅遊 甚至臺灣民眾可以北進南出 還可以活絡臺灣的觀光旅遊 三二一請啟動 插上城市標誌 象徵高雄香港航線正式啟動 航空公司特別將後機室打造成香港風格 融入古早味遊戲 更以香港90年代金曲 要跟首班搭乘的旅客 一起歡慶航班啟程 不少遊客特別為了首航 提前來到航下等待 還有民眾特別為了購買機票 就是要來體驗首航這個難得的機會 大部分首航很多都是在台北 毕竟高雄難得有啥 當然就是希望來參加高雄的首航這樣 因為又有旅展家 所以其實很難便宜 這次首航班機滿載一百八四人 參加難得的首航班機 民眾笑容藏不住 航線的新增 不只讓民眾出國有更多選擇 也可以吸引更多香港人 透過多元航電來到台灣觀光 香港航線都是桃園出發 包括澳門 高雄我們有澳門的航線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航線的佈局 包括我們的桃園的航線 讓吸引更多香港的旅客 不管從高雄進桃園出或是從桃園進高雄出 都能夠來促進整個台灣的觀光旅遊 我覺得是多一種選擇耶 因為之前的選擇比較少 飛到香港選擇比較少 航空公司總經理孫嘉明補充 高雄香港航線開航初期每日一班 五月中將增為每日兩班 這回高雄香港開航 也完整了在港澳航線佈局的最後一塊拼圖 成為唯一高雄桃園 飛往香港澳門的航空公司 記得綜合報道喔